此人堪称黄耀师最得意弟子,曾对杨过嗤之以鼻,最后为酒郭敬而死,东邪,外号黄耀师。 别人也称他为黄老邪,黄耀师天资极高,三十多岁的时候,武功已经位列天下五绝。 黄耀师早年收了七位弟子,陈梅曲禄四大弟子,还有五绵峰和冯莫峰两名小弟子,一位关门弟子是陈英。 黄耀师心高巧,收的弟子资质肯定不会差。 其中一个弟子是神雕侠侣,默默无闻的小人物,有强烈的家国情怀,当蒙古大军压境时,大宋岌岌可危,他不忘恩施黄耀师的教会,拖着残缺连迈的躯体。 毅然而然地投身于报国宝明的事业中,他就是年龄最小的冯莫峰。 冯莫峰的身世很悲惨,是个无腹无五的孤儿,被黄耀师收留到桃花岛,并服两受益。 可他幸福生活没过多久,被师姐师兄陈学峰眉超峰妾九阴真金私奔连累。 无辜的他惨遭黄耀师迁怒,被打断一条腿,逐出桃花岛。 冯莫峰被赶出桃花岛后,非常伤心,但始终对黄耀师感恩戴德,对于恩师此举他也毫无怨言。 冯莫峰伤心之余,远来相悍之间,在这乡下打铁为生,与江湖人物半点不通生气。 一驻三十余年,始终默默无闻,这次打击毁灭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和向往,打散在这穷乡僻然聊却一生。 他性格温和,在桃花岛时就很乖巧懂事,被赶出桃花岛后,虽然会武功,但三十余来,他从来不得罪人,即便别人打他骂他,他也不计较,所以他从来没有和人交过手。 然而却遇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小师妹成因和傻姑养过,他们被李莫愁追杀,从来都是委屈求全的冯莫峰,却在李莫愁侮辱黄药师的时候站了出来,冒着生命危险打败了李莫愁。 其实这是冯莫峰生平第一次与人交手,而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。 在冯莫峰的心中,黄药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所以即便武功不及李莫愁,他也毫不畏惧。 他从成因那得知黄药师对当年的事情非常自责,觉得有愧于他,心中非常高兴,数十年的心病终于可以放下了。 当时蒙古大军压境,到处征集能功小将,打造兵器,他觉了这是一个机会,可以汇入蒙古军中,刺杀蒙古大将。 于是他拖着残缺,年迈的躯体,毅然而然地踏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。 冯莫峰对成因道,师妹,你日后见到师父,请向他老人家说。 弟子冯莫峰不敢忘了他老人家的教会。 今日投向蒙古军中,就算送了性命,也要刺杀他一二名亲我江山的王公大将。 京修版神雕侠侣,对于冯莫峰来说,黄药师既然已经原谅了他,他在世上便再无牵挂,他不敢忘记恩氏的教会,要做一个让人敬重的忠臣孝子。 冯莫峰临行前,曾借杨过从军,投身于保国保民的事业中,但杨过一心只想找小龙女,不愿去襄阳抵挡蒙古大军,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,冯莫峰对杨过的态度不敢苟同。 和成英道别后,头也不回地走了,都没再看杨过一眼,显然是看不起杨过的想法。 冯莫峰摇头道,一人之力虽微,众人之力就强了,倘若人人都如公子这等想法,还有谁肯出力以抗议族入侵。 京修版神雕侠侣,冯莫峰汇入蒙古军中后,先后刺杀了一名千夫长和一名百夫长,他下手隐秘,未被发掘。 后来郭靖和杨过未了救武师兄弟,被困蒙古军中,眼看难以幸免。 监军一发之际冯莫峰冲了出来,杀出了一条血路,挡住了金伦法王,救了郭靖和杨过,而他自己却因此被金伦法王所杀。 冯莫峰在军中眼见蒙古军残忍暴虐,居民攻打襄阳,又眼见郭靖奋力死战,击退敌军。 他与郭靖素不相识,更不知他是师门快许,但知此人一死,襄阳难保,是以立定的主意。 宁娇自己身受千刀之苦,意要救郭靖出现。 金修版神雕侠侣,冯莫峰此举,不含任何个人感情,他是为了襄阳称。 为了大宋百姓,用自己的性命救了郭靖,却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侠侍。 黄耀师生平最近众忠诚孝子,所以他尊尊教会朱弟子忠孝仁义。 冯莫峰不敢忘记恩师教会,做到了这一点,也算是回报了师门。 可以说他才是黄耀师最得意的弟子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讨论。 请лен reger,请设计。